每逢佳节 兵不节甲 马不屑安 在中秋国庆这个万家团圆 补天同庆的日子里 官兵们依然坚守岗位 守护祖国安宁 他们寻意在大洋深处 他们熬战在演兵沙场 他们行走在边防线上 首先把目光聚焦中国南海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 组织多艘驱护舰 展开反潜训练 提升舰艇编队反潜作战能力 警报响起 包括052D型导弹驱逐舰银川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宁舰 以及056型导弹护卫舰轻远舰 在内多艘水面舰艇迅速集结 组成反潜兵力群 潜宁舰率先向敌潜品活动区域机动搜索 标绘疑似似目标并建立数据库 舰载直升机随即起飞 携带调放声纳对疑似目标进行确认 鱼雷预舰准备 4号碗预备 发射 弦宁舰发射第一枚鱼雷命中目标 而后清远舰许昌舰 根据弦宁舰和舰载直升机提供的共享数据 电换阵位缓慢接近疑似目标 进行联合补充打击 训练海区混响较强 干扰信息较多 要想成功锁定目标 不仅检验了我们装备的极限效能 而且对我们操作手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们通过设置作战背景 设施战场环境 圣南训练内容 全面提高官兵备战打仗意识 检验了舰体快速反应能力 复杂情况处置能力 以及编队协同反潜作战任务能力 大漠戈壁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 通过一场夜间反恐战斗演练 强化特战队员 在夜暗条件下战法运用 战斗协同等应急作战能力 接到命令 官兵们全副武装 向任务地域开进 展开作座 抵达任务地域 侦察分队与突击分队密切协同 对现场进行立体侦察 掌握爆孔分子的人数 位置和锁持武器等情况 我们组织这次不打招呼的夜间模拟演练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切近实战 同时也是为了在演练过程中 查找我们存在的问题 爆孔分子趁乱借助夜色逃窜 指挥员立即改变作战方案 借助夜视器材 侦察分队对爆孔分子进行搜索 在发现其踪迹后 狙击手占领附近制高点 迅速对爆孔分子进行歼灭 夜间战斗侦察难度还是比较大 虽然我们及时改变了战术 但是还是暴露了很多问题 我们需要练就更加固硬的基战术本领 才能适应未来战场的需求 演练中 这个支队还对武装奔袭 限时射击 突入识别射击等科目 进行专项训练 全面强化应急力量 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我们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 融入到训练的全过程 形成了集训练 作战 救援等围起的应急力量机制 大大提高了部队在 随行多样化任务中的快速反应能力 白哈巴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 每年的国庆长假 也会吸引很多的游客 当年陶醉于层林浸染的秋色中的时候 是否留意到穿行与湖光山色中的边防战士 他们就是新疆军区白哈巴边防连的官兵 金秋十月正是白哈巴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五颜六色的山村和远处的矮矮雪峰 让人仿佛置身在一幅油画当中 战士周文已经在白哈巴边防连驻守了12年 之前的长途巡逻 他都会挑选体能最好的马 然而这次巡逻 周文却特意挑了一匹小军马 我们的小军马也该散赶了 也该让他体验一下风山前最会是长途巡逻了 巡逻路上有一条必经的河流 名叫托洛姆托河 由山上的积雪融化汇聚而成 河水冰冷刺骨 为了避免军马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战士们选择从河滩上横穿过去 好不容易登上了河滩 河滩距离水面的高度 却让小军马害怕了起来 为了帮助他克服恐惧顺利过河 班长宇文强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帮队员牵马通过 在大家的鼓励和配合下 小军马终于鼓起勇气 主动尝试下水 但情况并没有对员们想象的乐观 小军马在水中尸体了 班长小心翼翼地牵着他 避免马而受惊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马一划 人容易从马摔下来 人从马摔下之后 马就会受惊 然后会产生在水里 把人采发的情况 渡过了河流 战士们紧接着迎来了新的挑战 一片巨大的沼泽地 其实这个沼泽地 在往年是没有的 由于今年雨水比较多 而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发 雨水聚到一起 就形成了沼泽地 然后我们这个铁丝瓦 对面就已经是边界线了 我们这次的目的 主要是过来 看查一下这个铁丝瓦 是否完好 深一角 浅一角的沼泽地 每走一步都是危险 不一会儿 一名战士的军马 就陷入到了沼泽 你看 不行 不行 等一下 你们别动 你们别动 别动 我下来 军马越陷越深 周文踩在草垛上 抓住军马往上挣扎的时机 拉紧缰绳 顺势让军马先站立起来 然后快速将军马拉出沼泽 经常会发生这种马 蹄子陷进去了 然后人倒到泥里面去了 今天我还比较幸运 人没有倒到泥里面去 要是人倒到泥里面去了 过后就成了一个花脸毛了 越过沼泽 穿过白化林 官兵们终于抵达了此次巡逻的终点 五号戒碑 此刻他们也终于有了时间 停下来慢慢欣赏眼前的风景 这个终点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的肯定 从游客的角度来讲 肯定都是一片美景 景色非常漂亮 但是背后 因为有我们这些边关官兵 每天在这个一线巡逻直起 守卫了这块的安全 夕阳映衬下的白哈巴 美丽又宁静 正是因为有了官兵们的守护 这个边陲小镇 才更加祥和安宁 边防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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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国亲发心 近日 河北省廊坊市 固安县人物部 组织数百名民兵 围绕森林防火 卫生救护 手榴弹头制等科目 进行为期12天的 集中强化训练 提升民兵 常态化背擒 和应急应战能力 近日 由陆军政治工作部 配发的多种野战文化活动箱 陆续送抵 新疆军区各基层连队 这些包含 意志桌游 乐器 体育器材和图书的 野战文化活动箱 更加注重青年官兵的精神需求 不仅丰富了官兵的 业余文化生活 也有助于部队野外开展 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